2013年4月11日下午 第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即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海淀剧院隆重举行 本届电影节为期一个月 届时 太炯 西欧巷谋片 1942 12生肖等30余部国产片 将在全国高校进行旋展 评选 而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逆风飞翔 在台湾上映后 口碑一直很好 被称为林副平的影片 得到刘德华 张震 吴振宇 张宝仪 等的大力推荐 你真的需要更多的机会 可以让别人看见你 你去比赛 别人就看不见我 不要每件事都靠别人 你有没有想做的事情 做不到 我想跳舞 如果不是的话 你怎么知道 能够做到多少 在开幕会现场 导演张荣吉和男演员 闪亮 也分享了在创作过程中的 开心和经验 很开心 那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观众看完的反映 这样 我在08年的时候 有一部短片叫天黑 那因为那部电影 在一些影展上曝光 然后有机会 被则东电影公司 王教卫导演看到 那时候导演跟我说 他觉得这部片 适合办理长片 男主角黄玉祥 也许我们可以看到 多一点他家人的部分 看到他的母亲 看到他的朋友 那观众张荣 其实也是 应该多看一点 他的背景 所以我们从那一年 就开始构思 然后要把它办成长片 幼富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